这个媒体有时候聊什么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有时候看 其实应该感谢总得有一个出头鸟 对吧 就是说有些话题 比如说薄熙来王立军 我想大家都可能注意到 我们不会轻易谈的 对吗 因为这是个非常慎重的一个问题 法律还没判 法院还没判 也判没判 不在于这个 就是说一般我们都知道 别轻易去谈这个问题 但是有的时候 有一家友方媒体 他碰他捅出一个 好像捅了一个窗户纸 然后你接着看 大家都借着他这 借他的光就都开始聊了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媒体 特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是说 你今天也得借光了 是吧 借南都周刊 是吧 南都周刊 他不是那个八卦的那个周刊 是吧 是这个南都周刊 是吗 不是 是南都 是严肃的那个南都周刊 不管吧 总是南都集团的吧 对对对 是南都周刊 他算是带了一个好头 当然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好头 他来了个长篇报道 写王立军 好家伙 这下我发现微博上就热闹了 纷纷开始聊 聊王立军 发现真是一个人物 徐老师你有没有阅读 没有 来 那你知道那句名言 不用看别的 就说你玩微博的吗 微博上你应该能够看到了 王立军的名言 说他曾经跟那个部下 训话的时候 说你们要读书 你们要读书 我读过的书 足够把你们火化了 你们火化了 把你们火化了 那就是我读书 下面有多少人要站在那里 这肯定有几千人的警察大会 那种跟中国人讲的 我走过乔冰走的路还多 我吃过的盐冰 吃的米还多 不认识 是这个意思 我对你那只是一个人的 他这个是把你们火化 如果说把你火化了 那我都敢说 我看过的说能把一个人火化了 可是他下面要是你们这个门 我不信 你看过的说能把一个人能把我火化了吗 我们来试试 你已经谈了 你是不要谈了 我跟你说 烧几本书你能把人火化了 那都是高温的那个卢 塞到那个卢 但这个事细节私下在揭 我现在就说毛主席 真是跑题跑不题 徐老师你这个不像是研究文学的 我通过这句话我发现 他是看过书的 这个语言很生猛的 很生动 你看我们语言 追求就是生动 你看他用的这个语言 过去讲毛主席 这个话说的生龙活虎 不是那个八股 不是吊书带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要说王吕军的这句话 很生动 像是有文学修养 人家唱红打黑不是白打开 很生动 我读过的书 这种语言没有第二个人用过 但是我是第一次听一个人说 这么来形容 就说这就好比说 我过去听过那个李奥老师讲课 他也是说 他说他说这个就是语言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语言的闪光 他说有的他当年被抓进去 有一个国民党的这个审讯官 就说一句话 他也认为这个用词很生动 就说是不是共产党 我闻都闻得出来 我这个鼻子一闻都闻得出来 你看就很生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王立军讲这个话 我看过的书 能把你们火化了 我觉得这个眼睛是气势磅礴